我們今天講航空城的名字是武定 就是今日航空城明日變航程 這個其實是智商會拿來反對這件案子的口號審議 之所以會這樣取是因為其實政府在進行航空城開發的宣傳中 常常會說蓋的時候就會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然後提高普及競爭力 帶來許多的產業創新等等等等 但是事實上的情況可能不一定是這樣 但也有可能是 但我意思是說它在徵收的過程中 其實談了很多比較虛化的概念在裡面 但是對於徵收的過程來說已經是相當粗暴 它這個徵收的面積有到達4000多公斤 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開發案 最大的徵收案 它那個徵收的過程中就是 4000多公斤會全部把地線逆平 然後你停完之後再開始建設他們想要蓋個房子 或是通常蓋個工廠或是住上去等等 那這個過程其實有一個非常誇張的地方 比如說他們一年開了50場審查會 然後一年也不過幾個禮拜而已 然後曾經高達一個禮拜就開了4場審查會 然後其中審查會的過程中可能就一兩位審查會也在審查裡 然後另外他們在徵收的過程中 也是說如果要徵收到大公層面 請讓居民是要先有地方可以住 然後去先有暗示措施 然後事實上它的強限暗示措施也幾乎都沒有出來 就是它這個過程是非常的 你可以說它有點黑曉 不太告訴基於發展的事情 然後但是卻有不斷的就那種 未來的帶來多少救援機會 然後總共投入幾千億的資金 然後等等的各種方式來去包裝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特別遲到 然後跆拳會的王寶軒 還有蔡美芬 蔡美芬就是在地軍 來講一下說他們當地真的遲到很多些事情 真的這個航空城呢 真的會向政府宣傳這麼美好 還是這個只是一個比較虛華的台發案 然後要讓世界會用鬼稱 只有名稱來稱 對 好那我先掌聲歡迎王寶軒 沒有王寶軒 好謝謝主持人 好謝謝主持人 我是凡凡人群促進會的工作人員老萱 那我們從去年大概十月開始 接觸到在地的區議 然後開始關閉這個案子 然後其實那個名字很鎖動 那個可能希望不要那個 沒有辦法拿到大家的期待 那會說它是鬼城 一方面是我們發現裡面有鬼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那當時我們也有一個討好就是 航空城有鬼大家來抓鬼這樣子 因為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那我今天在這邊可能就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航空城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通話案 然後我們從去年開始知道這件事情到現在 發現裡頭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很怕未來被變鬼城 這個對於在住在航空城這時候區區裡面 有更深刻的感受 因為航空城的位置當然就是在 台灣城附近 那在他們的整個機場二輪 遠區的右下方 其實 對不起 左下方其實就是桃園的高鐵 清湖的頂區 因為設達高鐵都會在桃園暫停嘛 那個區域在19前也是有一個 大概只有航空城十分記憶大小的徵修案 那就是在說按當然當時也是一區段製作方式 新進步的計劃的方式進行 現在如果晚上大概七八點開速去那邊繞路圈 真的像鬼城 因為它房子蓋起來沒有人住 就是都是暗的 因為亮燈的可能不到一成 那有些可能很難是好 我們畢業成的鑑定 就桃園一片在那裡 那有些房子有蓋起來沒有人住 那我們非常怕它大時被規模的 四千多公頃的整個範圍 於未來就長那個樣子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它有多大給大家一個概念 大安森林公園 大家覺得大大 大安森林公園大概一百二十幾公頃 航空城是四千七百一十一公頃 所以是兩百多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大小 這是它的徵修 然後它的徵修民地 徵修私有地的範圍有三千多公頃 所以大概有一百五個大安森林公園 一大小的房子跟村落要被徵修 二十個村落 總共二十個村落 兩個巷的大小 這是在今年的時候 航空城在公展的公展圖 這個圖有一個特別可以提的地方 先看一下講法 不好意思 我現在把它解畫 這大概是航空城的整個樣子 這個計畫來講 白色的地方是我們現在 在既有的桃園航空城 桃園的國際機場 既有機場 那他們之所以要做航空的計畫 就是為了要蓋第三跑道 所以現在機場沒有兩條跑道 第三條跑道在機場的上方 藍色的部分 是他們的第三跑道運領地 那個地方有六個村落 美林姐就是最右邊的一個村落 第三跑道 那為了蓋第三跑道 然後他們又說 跑道可以再帶來一些產業的需求 所以有了整個咖啡社的地段 咖啡社的地段 包括自由貿易港 現在包括原成的 自由貿易港的一個 很大的擴建區 以及整個咖啡社的產業專區 那這邊總共有六百多公頃的 航米加起來 那這個產業專區 他們號稱未來也是要把它變成 自由的經濟食環區 就是資金區 就是之前那種很大的資金區 這就是萬工錢 未來要給自己去使用 那最後剩下來就是 紅色是商店區 紅色是住宅區 這大概是整個計劃的樣子 也就是說 他們從一開始 原本只是為了蓋航道 有六百一十公頃的需求 要蓋航道 最後他們徵收了三千多公頃 再加上既有的孔地 因為那個地方有一些孔地 還有一些工地 加起來 這個計劃變成 現在看到了這麼大的 一個計劃 四千多公頃 那我們就一直在質疑說 到底有沒有必要徵收這麼大一塊 所以 如果你看這樣子一個圖 很簡單 它裡面大概就有些事要做 一個是他說他要蓋航道 我們需要航道 第二個是他們說 我們需要產業有的地方 那再來當然就是 有一些住商的需求 會伴隨而來 所以我現在會先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自己會覺得 我們的反貨經理同學 這三件信號都是天然的 那下一張 這個是他的背景資料 他總面積 然後他的 農地的狀況 農地的狀況可以特別提一下 在這個三千多公頃裡面的私有地裡面 大部分都是農地 有兩千五百零三公頃是農地 但是他們這些農地徵收了之後 變成產業用地 或變成住商用地之後 未來只會留下6.45公頃的農地 所以等於是他們會整個 把兩千多公頃的農地都毀掉 這是很大的影響 現在在那邊 大部分都還是做當作 我們做是做當作 我們之前還給大家進去 可以講 航空城農業篇 如果像我們上次 我們就會看這個影片 讓我們當時收割什麼 去拍一個照片 那最後特別講的是 他會影響 他會廢到五所小學 藝術的國中 是在放到的那個部分 以及他的初期開發成本 平衡就是五千五百零以上 所以他剛開始喊出來 需要的是以全民的信用 透過平均第一層基金 跟民航作業基金 去跟民航聯合貸款 五千五百零 那這個錢會不會回收 如果不會回收 後來就去全民備債 而且這個是初期成本 那就我們所知 他已經挑戰了幾次了 那大家都知道 何四師在許多年後 不斷追加之後 是五千億的預算嗎 這個是一開始 一開始就是五千億 至少從這個成本下去 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 這台是整個徵修區的樣子 特別現在招待這一張 這是一個廢詞 就是 台灣的空城這個計畫 是滿久 2008年上台制的時候的政見 就是他的愛台十二項先生之一 他說要蓋桃園航空城 他在上台的時候 提出這個政見之後 他們就開始計畫要徵修哪裡 然後徵修範圍 橘色的部分 是我們查到2009年的徵修範圍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 就是徵修跑道這個地方 到現在還是一樣 第三跑道的地 還有徵修這一塊 這一塊是什麼地方 這一塊其實是一塊空地 這一塊空地 就是當前陣子鬧得很別的 那個桃園地形移屬結 可是有一塊軍用基地 是個廢棄的基地 然後大家讓他放一隻船在上面 就是那個地方 所以這一塊是公有地 是空地 而且空地上面有一條 軍用的廢棄的跑道 在這裡 所以當時跑道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選這裡 但是反正跑道到這 那他們就 他們當時2009年的計畫 就是取色的部分 所以跑道在這邊 然後這邊增空地 然後增了連接這個軍用基地 跟既有機場空間的地方 以及這三塊 是桃園機場捷運的債體 就是機場捷運 連到台北也是機場捷運 他們覺得說 維在捷運附近 可能我們會有比較多的 駐鄉需求 所以他們並了一些 小型的路式計畫 這大概是2009年的 這個計畫的範圍跟樣貌 然後到了2015年 他先捷住了黃色的那一塊 所以我們有看到 那個黃色中間有塊 淺淺的粉紅色 淺淺的粉紅色 淺淺的粉紅色是原本 既有的自由貿易港區 就是我剛剛說 包黑遠球營運的 就是遠球造成 既有營運的那個 自由貿易港區 那自由貿易港區 本來是45公頃 那就我們現在得到的資料 是這45公頃裡面 只有20多公頃被開發 而且這20多公頃被開發的 還沒有完全被租出去 就是有些35塊是空 就是有建成榜 但還沒有人租用 所以他是從 他大概做了14年了 從開始包黑遠球 也有提到現在做了14年 他才做了 我的評估大概是一半左右 那所以是45公頃 原本是45公頃 那他在2010年的時候 他們就說要擴大這個自貿港 就擴大了130公頃給他 所以現在整體範圍 橘色加黃色整個自貿港 未來的文化是175公頃 這是2010年擴張的部分 2010年擴張這部分之後 就種到了美玲解架 美玲解在海口這個地方 然後到了2013年 突然之間公雲變成這個計畫 就瘋狂的文外擴張 加上了所有的 三紫色的區塊 也是出來沒有很明顯 就變得這麼大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整圈圈起來 變成 對不起 需要回去嗎 變成一個新令化 變成這麼大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直在談 他的徵收範圍 跟2009年比起來 可能大了三倍 因為你們記得這塊板是空壁 所以這塊是不用徵收的 所以當初徵收土地 只有這邊 跟這三小塊 就徵收了 OK 好 謝謝 所以後來變成了 所有黃色藍色的部分 全部都要徵收 所以今天坐在這邊的美芬姐 他現在在 所以他現在變成成熟區裡 那這整個我們用 簽字筆寫出來的地方 是我們已經接觸到的自救會 或是反過簽字的居民的所在地 就是有我們認識的居民 然後有鋼蠣在那裡 之後標出來 所以你看到 其實分部範圍也非常的 就是到處都有人不願 就被徵收 好 那這邊再特別談一下 這個是農地的分部狀況 就是黃色的部分 是所謂的特定農業區 就是最好的農地 然後橘色的部分 是一般農業區 那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航空城徵收區 其實大部分都是農地 只有這個 欸 這個嗎 糟糕 我還倒是 好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農地 只有這邊不是 這邊是南坎都市計畫 所以它原本已經是都市計畫 但是它其實是都市計畫的農業區 農業區 大部分都市計畫農業區 所以比如說美芬姐家庫在這裡 那這附近其實也都是大片大片的農地 那這附近其實也都是大片大片的農地 那我特別不要出這個紅竹村來 原因是因為 它會是整個航空城計畫 第一個起航村地點 所以這邊跟大家特別報告 遲到時候如果聽到紅竹村告急 請大家一起來幫忙 為什麼 因為當時 第一群出來抗爭 是這邊 第三港島嶺領地的六個村落的居民 然後出來抗爭的狀況底下 最後要到的條件就是先見後才 就是一定要先找到他們未來的安置地點 才可以拆他們家 而那個時候的條件 安置地點 竟然就放在紅竹 這是一個非常離譜的事情 因為你可以眼睛明瞞 就看到這裡有多大的一塊空隙 你大可以安置在這裡 但是沒有 當時 他們出來抗爭之後 民航局就說 好 那我們就把紅竹村的趕走 給你安置 這樣子 所以 這是現在進化狀況 那他們如果要急著要做跑道 他們第一件事情 就要搞出安置地來 所以紅竹村會是第一 第一個被拆遷 而且沒有任何保障 他們到現在 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本來知道他們要去哪裡 因為本來他們要去巴德合宜住宅 結果大家都知道巴德合宜住宅 不然什麼事 所以現在巴德合宜住宅 在這裡停擺了 所以他們連航空程序 會安置方案 都成立案 然後停擺了 所以現在這一群居民是第一個 首當其衝 可能在選舉運完 第一個要被殘酷 要被接受的地方 還沒開始 現在都還沒 任何時候還沒開始 所以要說如果這邊守得住 計畫就要怎麼來 對我們也另外 就是居民的一個角度是說 這個人會發行來不合理 有這麼大塊的固定 你不需要 這群人為什麼要去拆遷 人家 所以如果把我們的住宅屋村 我們的期待是整個計畫 必須重新序 他能不能回到2009年狀況 因為這些地方大部分 都是住宅的商業區 剛剛你看到那個 這裡其實沒有什麼必要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那我們現在來談 我剛剛講過 我要跟大家報告三件事情 就是說這邊的沒有需求 為什麼我們說沒有需求 第一件事情是 要在機場跑道嗎 有沒有需求 這裡是一個比較表 這個是監察院在100年的時候的調查報告 就是那個 交互體重那時候的資料 那時候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機場的數字 跟桃園機場的數叫 這電話報告的名字叫做 台灣的桃園國際機場的效率不詐 有問題 對他真的很效率不詐 為什麼 因為 你們可以看到香港是兩條跑道 然後香港的總面積數 就是香港的那個 這個機場大小的公斤數是1255公斤 桃園機場的跑道是兩條 一樣是兩條 面積是1249公斤 所以只差了6公斤 基本上幾乎一模一樣大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民國100年的時候 香港機場的客運量 客運量就已經是4556萬人次一年 然後獲運量是339萬噸 但是你看我們的桃園機場 那時候承載了他的一半日到 然後 烏魯運量也是大概一半日不到 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給大家更新最新的資料 今年 不是今年 去年 2013年已經是零落暖 2013年 香港機場 同樣的跑道數 同樣的練技術 他們已經承載了5990萬人次 5990萬人次的吞吐量 桃園機場 三千 一樣是一半 所以 我們的 這就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 這樣子的面積 原則上你可以承載到6000萬人次 如果台灣現在只是三千 你告訴我為什麼不夠 為什麼兩條跑道不夠用 這件事情 我們的民航局從來沒有打算回答 在公司大家一個秘密 你現在去桃園機場 偶爾會排隊等加飛機 因為我們只有一條跑道在飛 我們現在只有一條跑道在運用 另外一條跑道關起來維修了 所以 我們的機場 現在的吞吐量 只需要一條跑道走就可以了 但它們要蓋第三跑道 這件事情 必須要給公司找到 這件事情 第二部分是 另外一個建設是什麼 產業用地 好像我們會在桃園會需要產業用地 他說因為 機場開發 會需要一些產業用地 這是我們整理的表格 就是說 桃園縣 現在既有的 閒置的工業用地 那有些是在 工業園區裡面的 有些是在 工業園區裡面的 工業園區裡面的 各式各樣的 工業區等等的 全部加起來 控制的 沒有使用的 有1516.1公頃的工業用地 閒置在那裡 整個桃園寫了這麼多 所以 我們的質疑就是 你到底為什麼 還要再去徵收 再給600公頃 再加600公頃 再加600公頃的 閒置的工業產業用地 為什麼 然後他未來到底 用不用找 所以這個是 就會第二個 產業用地上 扛不到需求 第三個是 鑄箱 就回到上面很少 再講一講 對 這個是 航空證收法的 就是藍色的部分 畫黃色的部分 是既有的都市計畫 就是航空證收區 附近的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這邊 是大園都市計畫 然後就沿著他 人口的計畫 人口數是 只達成率到31% 意思就是說 當我政府每次要 新進任何一個 維持計畫的時候 我都可以算說 我住了這個都市 我大概可以容納多少人 比如說 我這個計畫 可能到時候 可以住 200萬個人 然後它是 財惠保的 那 進駐率 30 就是100萬個人 財惠保的好了 進駐率率 39 的意思就是 它到現在為止 只住了39萬人 這就是進駐率的算法 就是說人口達成率有多少 你計畫 你可以容納多少人 你現在的達成率有多少 也就是說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高鐵 桃園站 新福特定區 它達成率只有14% 這是有戶籍在那裡的 那就是管上正能區 看絕對不到一層人的這兩層人 住在那裡的人 絕對沒有很多 所以 可以看見的是 在整個航空證收範圍 有附近的 就是自大維任母組 兩鄉所有的 藉物 就好像全部都列出來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19% 39% 40% 66% 好一點 這個40% 這個計畫 最高的唯一一個 有發展起來的 最後男子 就是這105% 這邊可以再講 一件很扯的事情 我們當時看到這個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難道 我們管嗎 就是這地方根本就 就沒有人要住嘛 沒有住商需求 你憑什麼再新訂一個都市 因為我們聽到都市 就覺得都市就是拿來 就是這樣 人口聚集的地方嘛 那如果你附近 根本就發現 這個地方沒有都市的需求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新訂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找到 其實國家是有法律可以管的 就是有一個 物業要點 它有說 如果是自己有度計畫圓 可達到80%以上 你才能夠新訂一個 新的都市計畫 你那時候去查 就發現不可能 這個數字算起來 全部種人種除以種的 可以容納率 最後最多只有60% 怎麼換都沒有 然後我們就一直不瞭解 它那是怎麼過的 結果後來透過立法委員 去要到一些 我們平常要不到的資料 就是跟民航局 跟內政部要到 他們之前的檢查資料 才發現 他們竟然可以灌水 所以我們手上拿到的文書裡面 有一個地方寫的造假 從程 那裡面有寫到 它把大原鄉跟南坦興市鎮灌水了 一個灌成發展率162% 這個一灌水灌成 百分之 土光鏡頭好67這樣子 然後所以總共灌水的那個人口 是唯有寫在這個文書上面 就是那個數字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哇真臺庫話 有鬼就在這裡 就是連幽靈人口都會出現 就是可以灌這麼多水進去 然後把它灌到符合這個標準 所以這樣是我們有試著打這件事情 但是後來失敗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國家通道建設公社 那對於我們國家很多房子而言 只要它被合定的中道建設 就算法 全部規法就可以 就是它要不要直接活動 這是另外一個大型 就我們接下來再說 所以我們發現 連住宅是從業沒有 接下來 產業沒有 好道不需要 住宅也不需要 那最後我們特別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我其實已經聽過的事情 就是它整個農業區的範圍有25003公斤 其實應該還有再加這裡 因為這裡是南卡土計畫的農業區 所以這次是很低 那最後正確完之後 只剩下這麼一點點的農業區 農業專用區給出工區 所以就是很明顯是一個滅農的計畫 那特別提前的是 它對台灣現在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我們的台灣現在 糧食自主率其實非常非常的低 低到我們的平地的農地 其實不應該再有任何流失 不然我們絕對不能達成糧食安全的水準 那大家都知道 農地要變成鑑定很簡單 把它回到就行了 但你變成鑑定之後是回不來的 所以卡通的計畫是一個 恢復到這樣子的計畫 所以我們那時候 遊行之前就畫了一個圖 譬如說到底為了航空城我們失去了什麼 就是人民眼中的航空城 是一個什麼樣的航空城 那我們那時候當然就是 取了一些比較有趣的名字 譬如說這邊是汽油機場 那個小的殘葬區 你說它殘葬其實也不會過嘛 兩條跑道範圍那麼大 但是它功能比較一半 然後現在硬要搶一三條 那這邊我們說是搶害濕地皮糖 因為在整個航空地區範圍裡面 有非常多的大型的皮糖 那它本來是全部相連的水準系統 其實真的常開的就是這裡啦 只是說這裡是最醒目的 整個皮糖然後填掉 它會全部填平 那邊才跑到 但是其實這裡面總共有二十三個 那那個時候因為抗爭 所以那個政府就說 好我不把所有的皮糖填平 我會讓皮糖變成一個 公園裡面的就是一個水池 然後把它保護下來 但是我們那時候有去詢問過 就是中文大學的陳時空老師 然後他有提到 皮糖的重點不在乎有一匙水在哪裡 皮糖的重點是在於 它跟其他的水菌相連 它有跟其他的農地的整個 灌溉的系統的渠道都連在一起 它才會出活水 它才能夠孕育它現在孕育的那些生態系統 但是一旦你把每一個皮糖之間 都切開到液 然後入香水泥 然後就算那一池一池的水 所以暫時留了下來 包在我們公園裡面 它遲早會變成一池死水 然後夜巡就真的變成沒有水 對 所以雖然號稱 你現在聽官方就會出來講說 沒有沒有我們只填皮子三四口在這裡 其他全部保留下來 我們很在意皮糖 但是其實是不是這樣子的 這些水遲早處都會沒有 因為它到時候冬天沒有了 白露子也不會有 皮糖留在公園裡遲早不敢渴 大概是這個狀況 那 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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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特別講幾個 一個是 我們那時候叫這邊中之惡霸區 因為剛好提到這邊就是那個 自禁區嘛 對 那 然後這邊是自茂港 所以我們也 所以覺得一個比較 比較手動的地方子 那 不管怎麼樣就我們也覺得 這些好像沒有這樣子的需求 那我剛剛特別聽到 有一位大哥說 你的工廠在那邊 我不知道你們的工廠 發生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但是我們在過一半 裡面有過一個案例 有一個工廠它的區位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現在劃定的產階區裡面 那時候工廠的老闆來澄清說 希望它能夠原地保留 因為它是一個工廠 那未來剛好會放在產階區裡面 工業用地嘛 原地保留它就不要被拆了 但它那時候被拒絕了 被拒絕的理由是因為它的工廠的基地的規律太小 不符合這個產階區的小基地規律 也就是說你至少要30公斤以上 大才能夠留下來 所以當時他們的意思就是 我這邊規劃是要讓未來台灣 經濟真正能夠成長的那種 大型工廠的那種經濟龍頭 所以像你這種小工廠 不是我想要規劃讓你在裡面的 所以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給你包覆 那這一次對我有很 就是我那時候聽到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然後我第一次了解到 什麼叫做自經區 可能沒有辦法提升台灣人民的生活 對 就是這一個工廠 它在在地已經做了三四十年 它是做乳製品包裝的 而且它是包裝那個 乳製品外面的那個罐子 那它就是在體育在地居民的 它那些罐子就是賣給這個地方 你不需要包裝乳製品的人 然後在這個計劃完之後 它再也沒有馬爾災沒出現 它就是台灣當時走到現在 有那些所謂的中小企業 它當然小 因為它就是沒有那麼大的資本 它就是在地的一個工廠 但是在未來 在現在 不是在未來 是在已經現在 在現在我們政府整個發展思維的下 我們是不要這樣子的工廠的 我們要的是大資本額的 然後能夠創造帳面經濟成長的 但是我們不在意到底得利的人是誰 就是在地的工廠有沒有得利 在地的距離是否有變好 也是工廠的事情 那這當然是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這樣 謝謝 好 那我們這邊 後面我有幾張圖 是在講說 我們到底 貴了航空城 我們已經失去了什麼 或我們即將要失去什麼 這個是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那個 因為航空城的事情 已經有一位老名犧牲了 是主要愛月老先生 他是在 呃去年 就是 當他們家人 包括他兒子 就是他兒子 呃 跟這次就位 大家一起去圍基場 抗議航空城計畫的時候 他一個人走到 他跟做了一輩子的限定 然後這個圖 就是 然後 然後 呃 這個圖 然後 他兒子如中 是在美國 唸書的動畫插畫家 所以這個圖 其實是他自己畫的 就是 圖中 是那個 劉拉斌的小兒子 那他畫了這個圖 然後 這個是 這個圖 就是有點像 然後 呃 對 他就在問說 到底是寫小兒他爸爸 那尤其這個圖 我覺得這個圖畫非常好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 他那一開始在講 這個圖案子的時候 都說 他封的是蛋白跟蛋黃 就是蛋黃區 就是核心機場區 蛋白區 就是那個程序 對 所以他就 以這樣一個非常具象的東西 去問到底是誰 他以為他爸爸 那我們已經犧牲了一條圓名 我們還犧牲了什麼 下一張圓圓 這邊 是航空城折圓區 的孔爪圖 那你可以看到 他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濃縮的角質 就是大部分 有大片大片的田 然後有聚落 聚落比較小 長這樣子 或者是像 下一張 像這樣子的 這種 就是很典型的 真正的濃縮 可是你到我一來 看到的 不是長這樣 那不是比較 真正的濃縮 就這麼大一片子 然後可能小小的 有一個浪子在這邊 那這幾個地 我剛照的這兩張 都是這種道路 道路跟 這個是荷花田嗎 就是有臉文會長的 對那這種都是中道 那我們前陣子 其實有去拍過首歌的畫面 它晃增增增增現在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我們即將會洗身道的 這邊就是我們 這個地方 就是很麻煩的道路 所以現在要盡量守這片中道路 最後我特別給大家看 知道嗎 因為我們要犧牲 它未來會長怎樣 非常明顯的長這樣 這是哪裡 有人認出來 這是哪裡嗎 你們應該知道 你們應該知道 親戶 親戶 這是親戶特定親戶 這邊荷花田在 現在就是長這個樣子 現在 所以 然後或是當地是那邊 就是建案建起來 然後大概 然後有些地方 說要開發 但是還沒有人買 農地就 剛剛的農地就不見了 就變成這個樣子 沒有發展起來的故事 就是長這樣 好 下一張 那最後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當時 我們兩張自己畫的 這是到底 我們真正的目的 是不是 那其實講得很簡單 然後我們覺得 它在草地爬 那怎麼炒 再看起來一張 好了 這個東西 我就講一件事情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巴德和英物仔有利安 那個時候利安爆發 然後我們很大 然後大家就開始關注到 我們當時 那我們當時在 在變安爆發之後 我們特別列出了 這個 這一欄相關認識 就是我們發現 那個變安爆出來的 許多人 都在 桃園航空城裡面 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特別去講 在你們手上的那個 文圈裡面應該有提到 就是有一台叫做 潘圈航空城 然後我們有特別提到 比如說像 李曉之 李曉之 是桃園縣前副縣長 他下台 是因為炒作 航空城區的披行 就連披行都可以炒 所以他當初就去買那些水池地 所以 整個故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有內線消息 你知道有一個 入市計畫案可能要發生 你可以先去收購那個計畫 然後你通過很便宜的價錢 有人只要六七千塊 就可以一瓶六七千塊 就可以不斷的買 然後多新鮮沒有藥地 就開始偷偷買 偷偷買 偷偷買之後 當整個開發案的力圖 一放出來之後 這些力圖開始漲了 就已經開始漲了 還沒有建設 什麼都不需要就一台漲 所以比如說 等一下Fedgy 你們可以跟你們講 現在在電動地的價錢 平均是六萬多 十幾萬的都有 一瓶是幾萬多 當初是幾千塊的 就這樣一直漲得上來 那所以你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已經賣掉了就先破例 或者是你還沒賣 你就在等 等整個開發案真的發生之後 你聚集了這些不妄之地 你全部的利息 零金利息起來之後 你可以跟政府去換配例 到一塊完整的 真的 真正的 有價值的建立 可能就在我們剛剛 修出來的 最中間的那個住商區 就是那種 容金律建築有最高 可以在廣告房子的住商區 那邊到時候 你比如要搬成三四十萬 甚至五六十萬 你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青湖現在就是四十幾萬 另外四十萬 所以 你當初可能幾千塊 最後是可以賺一瓶四十幾萬 這樣子撞回來 所以他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多人在炒作 李潮志是一個 再來葉世文 也不 大家也可熟能想 他是第二個副縣長 他本來在跑了 他的名字出現非常多次 因為航空城計畫 真的是他一種被動的 從他在當營建組長的時候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報告過 這個案子本來在2009年的時候 徵修範圍不到現在的三分之一 他變成三倍大的時點 發生在2013年4月23日 當他們這個區域奧委會 通過的徵修範圍 所以其實去年4月的事情 他才變成這麼大一個 那個時候 舊事業是文章 名電組長 而且他還真認清華文德 神醫文章 那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發現這件事 覺得很扯 更扯的一件事 是發的回宅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名字 大家怎麼沒有很認真的記得 他的名字叫蔡仁慧 他是誰 送錢的白手套 他在案發的時候 也就是今年6月案發的時候 他還是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的審議委員 他們的案子就在他手上審 所以你可以想到居民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就是 你這個混蛋根本就是一個送錢的人 然後你再審我這個開發案 那有怎麼相信整個政府的公司 你這樣子的案子到底 審的人是他 推動的官員是他 那我這個案子到底是在哪裡 對 那最後當然這個案子 因為跟院長很有關係 因為有一個自由貿易港區 那我剛好玩過他被獲得了非常多 最後再講兩個人 一個人叫吳琪琳 一個人叫林學堅 這兩個人是我們在陸續計畫委員會裡面 最常見到的桃園縣府的官員 那他們兩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把航空城中央推手 但是在巴黎回出來 住宅地安號發之後 有一側心羅 比較大我們注意到 就是桃園縣府出車換的骨格 出車長 這兩個就是其中兩個 然後他們當時被車換的時候 那個 立委廖正經還非常可愛的跑出來說 怎麼可以放掉他們 他們是航空城 所以我們就想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表格 那 所以到底 航空城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啦 就是 對於 從我們到現在的觀察 就是 它是一個很清楚可以看出來的 怎麼樣看到官員跟學界跟產業界 結合起來 再對於國人民的土地 然後用以換取他們的利潤的一整個過程 那 之所以 對於剛剛我們一直被問到說 為什麼它徵收範圍不斷的擴張 我覺得 唯一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 有人不小心買出的範圍 你要想說 他去購地嘛 他先買這幅貓茅之地 但他要出的地都可以騎在一起 你能夠換一塊大的地回來 如果你買回 買出範圍的人 不知道沒有徵收應該就沒有用 所以你必須透過管道 去讓有資源的人 確保你買到的地在徵收範圍裡面 我想也許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做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到底他收穫了多少這樣 那這給大家一個數字的概念 八德合宜宅當初爆出來 偏要說收穫了1600萬 那個合宜宅的公頃數只有2.2公頃 他只有2.2公頃 航空城光是合宜宅有10幾公頃 那整個範圍就不用再說了 然後裡面還包括有一些基礎建設的流水 其實非常非常可怕 好 我先講到這裡 這再來是整個航空的狀況 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可以來談區段徵收的問題 因為從了解區段徵收的制度 可以更清楚地知道 到底在航空城裡面 為什麼有人在前面 反對他怎麼目的 然後這整個 政府是怎麼把我們的土地 當作資源當作錢 然後來變賣 然後到底我們現在的發展東西 還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不過像是變得到的 會不會再談 這樣就有現場 因為他很清楚解釋 這次航空城它的跑道的利用 其實也有問題 就是 香港 其實也差不多 香港現在差不多大 但是香港即將可以 把效能跑來比較大 就是當航空人說 他要蓋第三條跑道就有問題 然後我們還有講都市計畫 等等等等 就看到人口 附近的都市計畫 人口還沒有到那個八成 他就急於要推動這些建築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請 在地區域 蔡梅芳主持來講一下說 那在地這些區域們看到什麼事情 然後 他們又在那個 抗爭的過程中 是怎麼樣 參與的 然後 遇到哪些 如何一個對待 我們掌聲換一下蔡主持 所以我們 剛剛聽各位的自我介紹 我覺得真的沉香有差距 那個 如果我們那個村子 有這麼多 有十分之一的有志志 是可以來支持我們的話 我剛剛看到各位 也有年紀非常輕的高中生 到退休的教授 我覺得全民來拆平這個 全民來審 所以比別人龐大一點 我是一個典型的香蝦華仔 本來我是一個快樂的退休 可是我現在非常的快樂 因為去年 一個勤奸必利 葉世文先生 毀升到桃園縣來當副縣長 真的是 委屈他的 結果他來當吳士雅的白手套 我們選錯一次 選這個首長 都是四年的鼓水 我們請吳士雅一個月 有幾十萬的薪水 然後他暗中請葉世文 大筆輕輕一推 從高鐵這一邊 全部都納入 我們本來 航空城 陳真德先生 陳真德議員 已經吵了十幾年了 我一直認為 航空城跟我們很遠 我們一直的印象裡頭 就是我們的八股路 我剛剛就是在八股路那一塊 叫做水緯地區 那我們一直認為那一塊地區 就是要我們至少在八股路 往下那一塊地區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會被手收到 可是去年 113年 情天霹靂 接下來呢 各位知道我們八股路那一段嗎 他是兩鐵 全部都是農地 一起到時候一起修哥 那修哥在一起 各位知道做什麼嗎 就是 撥綠肥 我們的綠肥不是 早上很無聊的 我們都是 摥斯菊 香綠肥 白日草 等等非常美麗的 我們這個月呢 也歡迎各位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們10月裡會辦一個非常大的 沒有政府任何一毛錢的奧運 全部是在地區民自己樂圈出來 我們這個醫師造成 有一個串聯的一個活動 請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事前來關心我們一下 幫我們架設一下 幫我們關心一下 幫我們宣導一下 所以那個地方非常的涼甜 然後呢用水很方便 而且我們呢 生活機能非常方便 我們只要到水緯的小店 跳上車 雅通 柏光 隔馬蘭 大野 我們到原山學運站 一卡一如遍天下 離機場又近 高鐵一見 生活機能非常方便 誰知道 只是為了這些人要炒作獨立 那我們不能說 我覺得人生很好的 是有惡度的 我本來是一個快樂的退休族 然後呢 我只要照探哥 終身學習當志工 非常的開心 可是今年的 我們也我們一直認為 我們那裡的居民 一直認為 政府會照市價來正收 然後呢 我們去武士道之後呢 就開始快速的 開了很多場的說明會 那個說明會 永遠喔 以各位的辭職 你聽時常也聽不懂 他說 你就是講他 然後弄青龍鴉講 然後你問他任務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給你確切的答覆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 我們昨天六十七八十歲的老年人 都說 好心啦 台語聽得懂嗎 好心啦 不懂啦 跟我們死啦 又三十年也去不懂 每個人都消極在等待 甚至於 還有人都開始來洗腦 然後他說 沒關係啦 一邊多一邊啦 我們吃過的人手 每個人都這樣這樣 安慰自己 然後呢 我們也都是我們 那我這一輩子 我最熱衷的就是 射命 抗症 我根本是根本沒有關係 可是我告訴各位 很不信的 人生的抗症的額度 從今年六月份開始 我開始去 要去跟居民 在地區比如說 欸美人 也去抗症啦 可以建設了 一個人要四百塊 為什麼要請遊覽車 要吃中餐便當 還要喝水 然後帶了一群人 頭髮全部是花白的 可是我知道 各位這麼年輕 為什麼會這麼關係 這是社會的事件 如果你們是我們那裡的人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 我多不高興 可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跟我們 左營右色的年輕人說 小孩要上班 哪會來的就好 我們在幾十度的高問題下 7月29號 乘車的人在那邊 然後呢 他們就這樣草率的通過 這個案子 我們非常無奈 那很不信 也算是不信 那個去年 我再次的樣子非常感激 就是像寶宣 寶宣的人群助勤會 還有我們的 台灣現在的教育財業公會 甚至於像美林 他已經是T組的戶 他非常盡心盡力 來幫助我們 還有很多學生的團體 跟他們一點都沒有關係 我們在抗中的時候 我們在沈浸的時候 都去那裡衝最弦線 不然這些七十幾歲的人 我都要保護他媽媽 我都要衝前面 而且檢查對付 檢查對付壞人 如果也像對付民眾 這麼用心的話 我們的社會是常識久安的 我告訴各位 他們對付我們 絕不手軟 絕不手軟 我七年不足 所以我嚇死了 我覺得我們 我們每一分錢 親這些人民的保護 選這些官員 都是來破壞人民的 然後各位 真的 就是一個機場 竟然用一個核包蛋來建議 交通部的虛擬區分 叫蛋黃區 我們叫蛋白區 蛋白區是分給吳志祥吃的 還有陳登德 廖俊錦 這些人 還有所有鄉鎮市長 民意代表 全部炒成一團 告訴各位 那邊的地盤要賣的話 一餅如果兩萬三萬 五萬就嚇死人了 可是現在全部 也不關於有沒有路可以進去 無論有沒有路可以進去 一餅都到八萬了 那陳登德怎麼講 各位鄉親 各位攸親 我給你保證 我這樣說 他每一次 四年一次 全立委 你拿出來講 現在有一個千萬不能買 我保證你一圈給你十幾萬 他這一頁還是會當局 因為他真的做到了 確實做到了 他把它炒成那個樣子 各位 很多人說 你賣藥就好了 政府也會徵收 立委非力錢 可是各位 如果他來徵收 我那個房子三十平 他給我的 我們 我們 母族地區很可憐 我們是南坎的肚子機關人 二十幾年了 大家王子好救 要建都不能救 你知道 就地建起來 這樣有個什麼後果 地價稅造真 房子稅造真 可是沒有頭法的建造 如果他現在地上 我來查顧的話 我那個房子可能 給不了三百萬 那可不可以 各位 旁邊都草 這麼高了 我那三百萬 要買幾年幣 可能我蓋個廚房 蓋個浴室 好 沒有了 我們要做麻煩 還有 更嚴重的事情是 國家的政策 老農經貼 一個人只要是老農 七千塊一個月 養夫妻 一個月一萬四 過得非常地有尊嚴 因為鄉下人 像我們家都省省的 一萬四 花不完了 還有老寶 農寶 可是各位 幾千公頃 會變成只有六千公頃的農業鑽圈 以後所有農地 瞬間被建立的話 這些農寶 老農經貼怎麼辦 會長治久安嗎 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道農 所以 根本剛剛保鑫講的 就非常清楚 我現在講的是新生 整個航空的計畫 除了炒作 可以像作為出來 是一個滅農的計畫 滅農的計畫 你看 這些人 我曾經過隔壁的那個叔叔講過 說起來 你有擋一塊 你賣掉 你就腳踩到那裡 剩下人 一億多 你可以到觀音 到龍潭再去買龍町 增在還很多錢 然後呢 你可以優猜看過那種 可是他說 我告訴你 這個電影不得了 我會考 對土地的感情 不是用價值 不是用錢來衡量 而且告訴各位 他們今天每天做什麼事 早上起來 他們就去參國運動 做青工打水球 回來之後 就去教菜 然後 幫忙去教菜 然後其他時間 就說 來 改革地 可以回去 如果把它放在公園裡面 不是五年 這些老年 全部要化碟 因為他們無料就死了 可是有誰注意到這個 所以我們常常講這個事情 有時候說 我想到心裡會痠 因為我現在 我雖然沒有種菜 可是我每天早上打開 很可能 家裡就有一條絲瓜 我門口 或是一個東瓜 或是一把 鳳青菜 就是這樣的一個生活 很酸酷的生活 可是 在103年 這個晴天命運之下 我們所有的生活 很快就要命理瓦解 也不是這個機場 不能過來徵收我家的地 是真的有這個必要嗎 真的有這個公益嗎 還有 真的不能分流嗎 我曾經問過那個官員 你把所有的好處 全部放在陶淵縣 謝謝你了 但是真的不能把一個 另外一個 國際信長現在台東或台南 他們是更高興 他們出國更方便嗎 真的不能分流嗎 而且各位 我隔壁有肯太太 他說 她是沒有念過什麼書 我每次都講抗爭 她講句話 啊 憲哥這麼寒 大家那些議員 我如果好就跟你講 我們電球這麼討論 一語道過 我跟吳志揚 甚至於馬英九 比一個鄉下六立不數 我不知道 還不如 馬英九真的應該去撞牆 還有陳根德 我告訴各位 真的選舉很重要 選做一個縣長 選做一個立委 要做四年的鼓水 這四年的鼓水 就讓我們非常的鼓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 我們今年六月次問 才接觸到人權助勤會 才接觸到 才接觸到 審驗公會 天氣風主任 才接觸到美林 我們投訴你們 非常快的 要去寫三件書 各位 三件書像我這個消耗號 這樣 可以寫一百多件 重點我送去的時候 他回覆給你什麼東西 我們 某月某日 收到你們 什麼時候 然後 接下來就 沒事情 我們來 大約來送第二次 連縣政府都送 而且 縣政府 我們 我們不要去看那些數據 因為那些數據 真的實在是裡面 太多假的 我曾經跟縣政府 城鄉發展局的群長 在公視 在公視 公然的講 所有的地區 反對的居民 只有二十八 有一次我們在立法院 各位 我真的蒙這個航空城的照顧 我身邊第一次走到人民 那個建黨立法院就是這樣 我們去開記者會的時候 進 我就問他 局長 你下個影片播兩天 你來找我 我的電話給你 我這八股 一百六七 我帶你走遍 所有你 所有地區的眉目 你就知道 贊成有多少 反對有多少 他不敢 他說 沒有辦法 那個資料電影電視來了 你這樣應付我們 然後 當然 我說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請你不要在電視上 隨便說 贊成有多少 反對有多少 因為你知道 你在 破壞這些人 七八十歲的人 他們對土地的感情 因為土地說真的 你要把它變農地 真的很 農地變建立很快 可是建立真的 有沒有感覺 而且各位 光是把我們的田 有一次我在看到一個更好笑的事情 我有一次從另外一個方向看我家 都建立一個光幕 沒有 每一塊墨碑上面 怪還滿那麼大 差不多有 欸死了 怎麼那麼大 仙皇這個 上面的邊 我們打算拚死了 該算拚死了 原來那個地方也是住山 那個地方要挖掉 要建住宅區 死人 讓他不得安靈 然後活著的地 推掉來住死人的地方 這是一個什麼政府 馬英九 你真的是睡得著嗎 不是有你睡得著嗎 成功的 你真的要斷子絕孫嗎 我早晚講 夜市人 哪有一個合宜住宅 就看到夜市人 不是很跳過閃過 哪有這種道理 算最愛自己也知道 真正的幕後黑手是誰 所以我們在講 不是不能到我家 是有沒有這公益性 有沒有這重要性 然後合不合理 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盧主 雖然冷真的很可憐 這事情原來 受監了政府的迫害 各位都知道 大員跟盧主 因為機場的關係 我們有限見 我高度的限見 對不對 大盧都公益見 可是各位知道嗎 在離我家 大概150公尺 就一個醫療被侵入的很無法 各位知道醫療被侵入的多數 那 燕窗不能那麼高 每一次給我 東北季風給我吹的就是毒氣 我們在那裡抗風的五年 我們曾經多次從地方到中央 存視遊覽車去抗風 甚至於呢 居民的輪業值班 帶別人去那裡 不讓建材進來 最好之間呢 因為李秀妍小姐拿了人家五千萬 所有的非官藍綠人 那個 綠法委員都拿了錢 甚至於連村長都拿了錢 信任 好了 這是第一個破壞 已經五年多了 第二個破壞是 兩三年前又說 要在陸祖村 做一個桃園北群的 補水市立場 我們也是抗爭了半天 各位 現在去看再見 我們知道退而求其次 要求他們回饋金 你足以一萬噸的費水 你要給我回饋陸祖村我怕 你看我們已經卑微到這種地步 一直呢 我們在講這個要呈現 要剔除的時候 你知道我最可憐的是什麼 去到他家 啊 不可能啊 沒問題你別浪了 全部都要做起來 簡單鬧了 各位 你們一定要同情我的 所以今天你們來這個地方 我在兩年勾前 剛好就不幸跟一般的主辦 照理說應該是安逆還是天天 每天讓我唱歌跳舞 每天去遊覽就好 可是我從六月開始 變成一個不快樂的退休人員 各位也沒聽到我的心聲 我去這樣立法院跟他講 如果現在站在你前面是你的姊姊 是林吉拉桑的話 你要用今天我講話 不要來應付我 是沒有用 沿著吊吊 聽著苗苗 真的就是那一條跑道 而且各位 定情藝術解決 有去過的人都知道 那個海峻基地走到你腳斷掉都走不完 那個地方哪來當機場 那要弄一個小型的機場 為什麼一定要來過萬這些人呢 我覺得就是潮到已經不可開交的地步 而且各位為什麼要那麼快速通過 如果政府每次在辦事情的話 有像航空城這麼快速通關的話 我們人子只有多辛苦 可以十個月開五十四的審查會議 聽說呢 甚至於還有一審查委員沒有來了 就可以通過了 這是一個什麼政府 我到底活在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惡劣的環境底下 中資或有盡的都不知道 我不是說一定是綠色的執政就好著來 我是覺得合理的制度就是好的 好的政府 那我在想 我們十月份會辦一個活動 如果各位願意的話 你們來那個地方 看一看 可以提供給我們什麼樣的協助 至少精神上的協助 我告訴各位 我一個人走過來 到現在我在感動的一些人 以前七八十歲的通話八百人 他說 我昨天睡覺的時候想一想 像那些學生 這些志工 沒有任何的酬勞 沒有為了什麼 跟我們素配評審 到這個地方來替我們付出心理 我們一定自己要堅強 所以我覺得 各位如果願意的話 你們可以來聽聽我 我們的那個心聲 那如果待會各位想要了解的話 我想 不要說只有我一直在講話 我很愛講話 一講話就沒有辦法把那個酸解 那各位如果願意來了解 有什麼辛苦的東西 連那個高通車都願意來 連退休的教育都願意來 連企業家都願意來 連企業家都願意來 我覺得台北都是一個好玩 其實是一個好的地方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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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補充的是 台北人不是我們所鄉下人想的現實 冷漠沒有 我從小也是在新北市長大 所以我到了桃園這個地方 我覺得好安靜 因為我住在那個民族西路 那邊有多吵啊 所以每次民航區副署長在恐嚇我 在威脅我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嚇我 因為我住在那邊那個什麼叫吵 那個叫吵死人 我們這裡已經很安靜了 我們當初會被剔除的話是被恐嚇 威脅 我不知道你們相不相信喔 聽 講給你們聽 台四線要封起來 我們家門打開那個巷子也要封起來 以後要讓你們淹大水 我們是這樣被剔除的人 你信不信 這是官員講的話 我們的家現在能夠留下來 是因為這樣留下來的 受到威脅恐嚇 狀況下 我說好 你只要把我剔除就好 以後再說 當然我會淹水 我路被你封掉 我將來的個個不方便 我還是可以找你們政府官員嗎 對不對 這是我們納稅給他們的工夫 像剛剛梅芬姐這樣 我們要讓他這樣子迫害嗎 今天真的也很感謝大家 我們這個十月份 這個活動 需要大家的支持 吴次揚有錢 他在電視上廣告 他在各個網路上廣告 不是我們這些居民沒有 一步一腳印要出來 連錢也是木板 一片一片這樣木款來的 也這個 剛剛那個保鮮介紹的那個 民眾老師 他親手抄比 我們這些民眾 有時間能出時間 有錢能出錢 有精神能出精神 拜託各位 你們也戳出你們的 就是那個同名心 如果你們有空有時間 上內政部營建署上去看 全省台灣 從最北方是基隆 最南方是屏東 你們跟他算一算 有多少都更案 多少徵收案 恐怖 真的很好 不 我們真的感謝這些團體 沒有他們這些團體 我們 航空城 這些居民 沒辦法跟官員 面對面的坐在那裡 我相信那個 林先生 柏東 你們在一屆署 在採訪的時候 有看到嗎 林先生 就你啦 就你啦 你不要一直往後偷看啦 就你啦 你不要再回頭啦 你在營建署採訪過數次 我看到你很多次對不對 我們這位老外先生 就是你 就是你 你把院他也 其實他也跟著我們進進出出很多次了 那我們真的也需要這些年輕人的力量來 我們航空城徵收案裡面 我們真的很缺乏這些年輕人的力量 今天很巧的 我跟蔡姐我們都是乳癌 我是比較中毒女生 我是默情救到三井 他是三井救起來 也真的很巧就這樣認識的也 剛好都是姓蔡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音言啦 那我們兩個也同樣都是這麼愛說話 希望說我們 台北人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很莫無情 現實 因為我也是在台北長大的 希望我們的熱情一樣不滅 跟這些團體的種子是一樣 愛的種子一樣 我們要四處散播 我們要把台灣全部 這些被迫害的居民全部連接起來 才有辦法去抗衡這個無理的政府 荒謬的政府 沒有把居民當成是居民 我從第八次會議開始參加到第五十次 我真的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 這些野兒們 不把百姓當成是人 本來就這樣 是 長期以來都這樣 對 所以我們真的我們的居民 我們的百姓 我們的人民 一定要站起來 你看 香港現在也是這樣子 我們之前學運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係 多少路子已經進來 我們還要再繼續悶不吭聲嗎 我們台灣人的原種在哪裡 我們也有 不是沒有欸 對不對 我當初我很孤單的站起來 跟這些團體 一起的時候 一想 一想 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是怎麼樣見到的 你記得嗎 我真的沒有 沒有沒有這些團體啊 我一個人沒有辦法這樣撐 這樣撐 這樣撐 走到現在 這是 這是我們年輕人需要學習的力量 他們這些NGO 西水裡的又少 工作做的又多 緊張的情緒比我們在地居民 不會比較少 不會 多少次 營建署會議 我是 哭了 又鬧鬧 我又哭 這些團體總是一個擁抱 雙手 擁抱著你 穩定你的情緒 今天如果那個土在那裡 你的家在那裡 那些營建署關的野兒們在那邊比 底下那個底像不像一個沾板 你像不像一塊肉 或者是一隻雞在那邊活活的被剁 剁完了之後 我這一邊一斤賣多少錢 這一塊一斤賣多少錢 這一隻腿又要一斤賣多少錢 雪淋淋的你當長會不會哭 真的我在土真小組會議就是這樣子 哭到我真的很激動 為什麼我會這麼激動 我告訴大家 我是讓醫生放棄明天在哪裡的 連醫生都不知道我的明天在哪裡 所以我好不容易把房子安置好 小孩子 醫生公公婆婆我都安置好 外來哪一天明天我就說走就走 我說那個是我的價錢 我不准你來動我 剛剛好而已是不是 你為什麼要來動我 你沒必要動到這麼大的地方 你的公益性必要性需要性在哪裡 有一次說明後我只要問低震源 我說你只要有辦法回答我一個問題 有辦法讓我的房子 因為我有一間是公益室 有一間是偷天處 我的距離就跟你跟那個小姐那邊而已 就隔這樣一條馬路而已 我的公公婆婆在北 我的先生在哪 如果把他們接過來 是不是就一起了 我就不用擔心了 我就算明天要再見 慢慢來也沒關係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的家 是用我後面這謹慎的日子 我把他安頓起來的 你們說是不是無價的 是不是 那個遺症人員跟我講說 我沒地方去找這個地方給你啊 我說那你跟我講狗屁啊 你自己安安排好的房子 你不可以讓人家動 那我安排好的房子 你也不要來動 是不是 而且我先生為了這兩個房子 五六個小時是分起睡覺 你們聽過嗎 五六個小時要分大概三十次睡覺 你們誰受得了 當然我是心疼在裡面 所以我就第一個往前衝 在我們保鮮館一翔都知道我 一路正走過來的那個路程 我也很感謝他們這個 陪伴我的這個路程 那後面 這一些居民的路程會走得多辛苦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陪他們一起走到最後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但是我現在能走多少我就走多少 所以希望大家也一起來努力跟著一起走 你們都可以當我的小孩 你們都可以當我的小孩 在座有很多 因為我的小孩已經28歲 好嗎 你要繼續再走嗎 你要繼續再走嗎 你的身體可以嗎 這條路走下去會不會很長久很辛苦 你要把你所有剩下的時間走這條路嗎 在座各位的年輕朋友 如果是你的媽媽 你們會用什麼樣的態度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跟他對談 可是他們沒有說服得了我 是哪兒我說服了他們 我說服了他們說 今天你不站出來 誰幫你站出來 誰幫你站出來 沒有人 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所以 所以希望大家 年輕朋友們 只要我們能夠站出來 就是永遠有希望 對不對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待會兒就是開放 大家 做一些討論 然後問一些問題 因為看 剛才有些點到的地方 可能還沒有很深 可以去講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 現在大家來問點問題 所以 我覺得這個難度會很好 在追問 或是難度會剛才沒有講 那麼清楚的 就看現場 我大家 想問問題也可以 或是想要做 做新的分享的影片 對不起等一下 我有事情要走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前天 陳維庭在這邊主持一個 甚至香港的環康運動 我是認為 桃園 缺少一個陳維庭 所以你們年輕人出來 丟鞋子 就可以丟現場就好 可能就 只要丟到現場的圖 可能事情就 全國就會支持你們 要不然的話 全國到處在抗爭 明年又有朝運 你們是變成一個肢節而已 雖然你們覺得很重要 但是在全國的認知上 你們是一個 很多case就變成小case 所以你們一定要追 追逐你們年輕人 來丟鞋子 我是認為 在美國都可以丟鞋子 台灣丟鞋子 都沒有被判了 沒有被關啊 我先認為說 要我 花招啦 你也沒花招 你靠到沒了 誰也沒了 謝謝 謝謝這位鞋子 我會來接 我花招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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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那你們想要提建議 或是問問題 我剛剛想問一下那個導訊 剛剛也講到那個區段徵收 那你們在花椅子 幫我們結束一下 對 我先講一下 就是 還是打不對 好 比較重 那趁最後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 全台各種都是去抗爭 但是桃園航空的這件事情 真的很值得大家一起的關係 他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是 他真的花很多錢 很多很多錢 出於成本5500億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數字 第二個是 我剛剛沒有講的是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那個 剛剛那個航空的那個 上面有一塊方形的 是在跑道旁邊 那個方形是遊庫 他就是沙門遊庫 我們那時候真的覺得很可怕 可是我們跑去吊文件 開始翻翻翻 才發現原來很早以前 他們就討論過跑道 第三跑道應該放哪裡 當初覺得不應該放在那裡 因為他離鄉的遊庫太近了 所以如果跑道騙掉 撞到還有可能會大爆炸 這件事情有多可怕 欸 先打到遊庫 好不好 所以我剩下遊庫 這樣子 好 就這樣跑沒關係 現在兩條跑道是這樣嗎 你們有聽過大圓空難嗎 有 有 大圓空難當時是這樣飛 往上重 撞到這個地方 這個點就是奇蹟咖啡 就是有一家咖啡店被撞到一半 然後沒有圈倒 所以他們現在在營運 所以當時就是往北邊這樣撞 現在的狀況是 如果第三條跑道在這邊 再往北邊這一塊 剛好會撞到的點 抱歉 當時是這樣飛嘛 然後往北邊撞到這裡 如果你現在這樣飛 往北邊遊庫就來這裡 這麼大一個遊庫 你剛剛如果看到前面圖有印象的話 他是一個很大的遊庫在那邊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還找到會議記錄去說 跑道不能北移 因為遊庫在這裡 除非遊庫牽走 不然不要這樣做 就是我們還看到 當時他們有開過這樣的會頭 做過這樣的事情 現在Jerry可以告訴你 遊庫還在那裡 但是跑道就這樣子要做下去 真的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有講過嘛 這邊有一條軍用的跑道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覺得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那個新聞 其實2008年的時候 海軍才在慶祝說 他們拿到了這一塊空軍基地 要來放置12輛跟美國買的反潛機 就是潛水艇反潛機 12家反潛機放在這裡 然後那個時候說這個基地 是要用來固售 發生海峽 就是對外的威脅 對 但是後來 因為桃園航空城的開發 這個案子就一直變一直變一直變 從2010年變到說 留下大概40 40、50公頃的 不好意思 留下大概100公頃的 這個軍用跑道的一個部分 給軍用 然後剩下給民用 所以把這個區域變成所謂的軍用公用的狀況 本來的規劃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說 反潛機6架留這裡 然後6架去屏東或是去花蓮這樣子 到現在的版本 是整個海軍基地出不被趕走 所以你才會看到那個地景結束 這裡是所謂的廢棄的海軍基地 這海軍基地真的廢棄是2012年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2008年其實海軍是在慶祝拿到這塊基地 要把12架反潛機安置在這裡 然後去固守巴士海峽 到現在的狀況是 整個被遷走 遷到哪裡 遷到屏東 喔 對不起 本來是顧台灣海峽 對不起 我說本來是為了顧台灣海峽 現在是平常要屏東去顧巴士海 去顧南海 然後你有想它對象會一樣嗎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談這個案子 國防讓不到 非安也讓不到 然後到底是為了什麼讓不到 它到底規劃的也比較好嗎 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後光是海軍基地整件事情 就多花98億 因為他們2008年 台軍接受這裡 要把它拿到反潛機的基地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花了98億去把它整個整治好 幹嘛幹嘛 然後它可以安置這些飛機 然後可以在這裡擋基地 然後事件要求不先走了 那你要去屏東找一個區域 做這些事情 就是98億 這件事情初期 把考道再弄一弄 就是98億的成本 那這個考道現在都還非常的漂亮 前陣子 當那個地景節發生的時候 我們打開來看 所以看到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驚人 就是這麼好的一條環境 就算了這樣子 全部都要變成 這邊最大的就是住宅區 跟一條綠線捷運 然後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蓋捷運 然後這邊的地方怎麼少 對 然後住宅 住宅區跟商業區 它是可以蓋集合住宅區 豪宅的商業區 我們繼續建立很高 不好意思我講不久了 那我們回到那個 去蓋上面 欸不是 去到上面上面 再上 再往上 對是這樣 區域運的設計是這樣 它的概念 它叫做強制的合作開發模式 就是說 我政府說我有一個開發案 我是開發可以出建地方的反共 所以我要求我強迫居民跟危險合作 合作的方式是你居民捐贈土地 然後我政府提供一些相關的技術跟建設 那我因為為什麼你要聽我土地 因為我說 我來這裡建設 你的地下增值而不是你造成的嗎 所以你帳家要歸公 你就會捐出一份奧地給我 這就是整個國籍 但是它是強迫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遵守行為 那它的整個設計上的比例大概是這樣子 我拿到所有的地裡面 大概有25%左右 是所謂的公共設施用地 所以比如說跑到615公斤的時候 那25%或甚至自貿港 甚至一些產專區 算是這個部分 然後我有一個部分是 我要發還給地主的 就是我徵收 比如說我徵收你100公斤 我原則上應該發還你大概4成 我去給你 就是40公斤我就給你 但它不會完全照這個比例 因為它是透過權利價值去換出來 所以它總的如果徵收了1000公斤 它的確是發還400公斤 給所有的人 但每個人分回來的會依據你原本的地價 跟你未來的地價不同 所以你原本地價如果比較好 然後你未來去配比較差的地段 你其實拿回來 可能可以到六七成的問題 那如果你原本的地板就比較便宜 比如說農地 特別的便宜 那你到時候被發回來 那個權利價值換算之後 通常以過去的案子 我們知道大概拿回兩成三成 差不多農民 對 所以農民如果有200公頃的地 他拿回來可能只拿回大概二十 就是大概三四十公頃的土地 那他如果拿回四十公頃的土地 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就是有時候他最多只能拿到他的農舍被保留 因為農舍大概是整個建避域的百分尺 所以如果他有兩百公頃的農地 他可能有 抱歉 兩百坪的農地 他可能會有大概二十坪是可以建農舍 然後最後如果放白 隨便放回四十幾坪的建地 但是情況就是 基本上他的房子留下來了 但他整個生計都沒有了 因為他不只在任用 那對於真正生活在那裡 然後可能也沒有多餘的資源的人 情況就是 比如說像美玲姐 像美芬姐 他們都是大概三十幾坪的建地 三十幾坪的建地 你捐了七成出去 你還有什麼 就是你根本不可能換利益的房子 基本上就一定要被拆 你基本上就只能領錢了失離開 那所以大概比利是 這邊是公共使用地 然後有一份是比加地 給地主領回的 還有一部分叫做配育地 就是我的政府在公共設施的地 用完了 然後有些地去還給地主之後 剩下的土地 就是配育的土地 這些土地 就是讓政府拿去飆手 就是他們拿去賣 所以地方政府非常非常喜歡 用居然燈車來開發 尤其是最近 因為大家都窮 你沒有錢 沒有錢怎麼辦 我透過變賣 搶人民的地去變賣 我就可以從到我開發的資金 所以他們可以不斷的不用擔心沒有錢 而可以在選舉的時候 隨便開支票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可怕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它繼續維持著台灣的整個地方派系的榜方的這樣子的文化 我透過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土地的利益 我可以去炒作 我可以包工程 我可以去賣配育地 來繼續我這樣子的一個土地炒作的利益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透過適當消息 讓有資源的人 就是在地方 還有一些賢地 還有一些賢錢的人 去買到應該買的地 然後來直接配地 然後再去賣 或在過程中賣 或配完之後再賣 都有可能 這東西都不斷地發生 所以說 為什麼你們在很多案子裡面 都會 尤其是航空城之前 新聞應該都報很大 有那種 欸? 是我案子 我有消息到嗎 就是 其實這件事會都報很大 所以有那種 一群人在喊 我愛航空城 或航空城萬歲 然後另外一群人在反 然後就是很喜歡拍這種兩天對立 這對立怎麼來 它絕對存在 因為它裡面的利益非常大 能夠去炒作 能夠去買的人 有些人是可以實質上賺錢的 那這些有些是 本來住在那裡 就已經有資源的人 另外還有一群是 現在才去買的新地主 那這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兩河流域 如果看新聞看滿空城 他們都會講 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叫兩河流域 那是普辛西的分流 那一塊區域 本來因為在地軍民 站起來團結 然後反對 他被踢除了 就是再被偵守了 但是後來 有一群人就站起來說 他們也是地主 但他們支持 那現在這個狀況是被反抬 非常容易 因為那邊是被翻盤的 那時候 當支持人站出來之後 在地的居民 住在那裡 看到他們其實是非常生氣的 因為他們認得他們 他們就是仲介 然後一看他們就說 你是仲介 然後他們說我們不是 我們是地主 後來他們跑去查 他們真的是地主 因為他們草房 草到變地主了 對 就是在團統的爭作 這件事情是非常普通 不是很工程而已 在任何一個區塊 都是這個樣子 非常多的人進來炒作 然後他們可能就變成 新的地主 而且他們可能甚至不住在那裡 但他可以非常有資格 站出來說 我是地主 我支持他的工程 我支持他發案 而且他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 他的確是地主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剛剛美漢君有提到說 官員常常騙人 說什麼 怎麼會只有兩層反對而已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當然這兩層的數據也不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在銀建築他們常常去算說 多少的贊成 多少的反對 是用土地面積的比例 然後他就會去講說 這個土地面積贊成的比例 有80% 反對只有20% 但你可以去看 很有可能 常常狀況是 這80%的地 只有三個人擁有 然後其他在地居民 住了一輩子 就是騎在那20%的地上面 因為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你哪有那個閒錢 哪有那麼大塊的地 所以最後比例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子 這樣子判下去說 大部分贊成政府 可以 要辦 所以我們這個政策 還是有盈利的支持的 那當然 這是最極端的例子啊 他又告訴他們整個 文件調查的問題 真的 這個距離都已經反應過很多 所以最後我覺得 雖然這個時候可怕 可怕就在於 一方面 你其實政府是希望放任 這些炒作的發生的 因為你到時候 可以有一天飆售的時候 它是會比較貴的 你是可以 有財源回收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然後而且這個不會影響到 政府要賠利錢 政府要補償你的那個成本 因為雖然我們現在 土地政策條例已經修改了 它必須要以市價賠償 但是它那個 有一個瓜虎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說明過 他說要去除炒作因素 所以他賠利錢的時候 他可以去除炒作因素 但是整個土地炒高了之後 我到時候賣出去的 我是以那個炒作之後的那個錢 賣給財團的 所以政府是會鼓勵炒房 大家全民就是一起炒這樣子 然後真正犧牲的是 沒有辦法賣的人 真的生活在那裡的人 或者是對土地有感情 不願意賣的人 對啊 這是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呢 多數元素我剛才談過 那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它的確加劇了整個孕婦察局 對 那 然後它是一個派系訪裝 就是整個選舉 地方選舉一定很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跟選擇都會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如果這個制度不存在 仿妝上面的效應會差很多 那 我提到的產官學共犯結構 那個是 我們這一步走來看到 覺得這個最可怕的狀況 我剛講的產官學產就是 產業嘛 可以在這裡賺錢的 不管是越種的自貿港 或者是未來想要包工程的人 官就是像葉室這樣子 他站在某一個位置上 他可以去推動這個計畫 他可以去把 他想要他的好朋友 可能可以草除到的地方畫進去 但重點裡面有一個關鍵人物是學 就是這些聽話的委員 我們剛才講說 在委員會審議裡面 常常是有一兩個出席 它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都市記號委員會 為什麼都市記號 區記號委員會一樣 土地這些委員會都一樣 它的組成 以都市記號為例 十三個官員 十四個學者 然後我們期待的是 學者嘛 過半嘛 希望他們能夠幫我們把關 但你真的去開會的狀況是 官員可以請人帶錢 這十三個官員 你們都陪在那裡 那他們也可以去出席 沒關係 可是四個專家委員 以長空城案而言 一個禮拜開四場會 哪有一個老師四場會 可以幫忙去參加 然後我們真的去開會的狀況 常常就是 一個專家委員都沒有 或者是有一個 或兩個 就非常好 那整個都市計畫 真的在省的時候 常常也是 比如說六個專家委員 但是你還是有十三個官員 而且這些專家委員是誰 他是聽話的專家 你從來不會看到 許晟隆老師 變成不是計畫委員 一輩子都不可能 他那麼都不聽話 所以就是 當政府可以掌握 誰是我的把關者的時候 那你就不用期待 這些人會幫忙 對 那這是整個 是一個連續的結構 那當然它裡面最有名 就是我剛剛講的 葉子 蔡仁慧 蔡仁慧就是那個 聽話的學者 她就是那個學 對 那我覺得最後 這整個學生的社會制度 真的犧牲的是 真的生活在那裡 然後真的對那邊的土地 有感激 或者真的想要持續 她原本的生活方式 比如說能做 比如說小型的加入場 這樣子的選擇 好 那我們可以把我這邊給掌聲 很清楚的掌聲 好 那我們就再開放 請問吧 剛好這邊有一個 10月9號的台灣 國際紀錄片長 他的開幕片就是 成田機場抗爭 就是他跟台灣機場一模一樣 在40年前 2500個居民 對抗6500個正報警察 10月9號晚上8點 在華山電影院 他總共有四五部片 只站在一起去看 因為這個小車子 是這位先生的 這邊有一個陳議員 希望他能介紹 這邊就有了 看那邊 10月9號開幕片 就是 再見31種 就是成田機場的抗爭故事 可以做你們的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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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報告 我們先回答蠻工程 我就是因為看到成田精彩 這些進入片 所以我才今天這樣的精神 這是真的 也鼓勵大家看 我們就是要選這樣 暫行 謝謝 好 我們先回到航空程那邊 待會我們再 這個結束的時候 再介紹一下 這個影片 請問一下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現在這個 比如說開發運動進展到的狀況是 進程 好 這個案子的狀況是 就是他現在通過了入市計畫的審查 然後走到土地徵收的程序 但是土地徵收的程序都還沒有開始 原因是因為要選舉了 所以 這次機會要選舉了 所以我們猜測他會來一定不動 一直到選舉完才會有任何動作這樣子 那 其實 那 對 對 不曉得到時候 我們不會讓他入院 那 其實一根大報告說 這個其實算是 比較早介入的案子 就是大家常常聽到的其他案子 比如說像大婆 都是已經到了土地徵收的程序 才真的有大規模的 真出現 那航空人士算是 我們比較早的時候 就進去了 所以 航空人案其實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子 它真的造成了很大的改變 原本的拆千戶有一萬多五的 但是現在大概是 六七千戶的區域會被拆 對 那比如說像美玲姐家是留了下來的 然後我們有一塊非常非常成功的 是 要那個徵收區的右下角 有一個突出來的區域 那一整塊五十幾公頃 一定不會被徵收 所以我們的確就有五十幾公頃 進了天 但是 五十幾公頃聽起來很小 但是它也是 半個大恩森公園的大小 就是整塊的區域會全部都有了下來 所以因為那時候 還在復活階段 所以我們還有那個能力 去改變它整個人收犯例 對 那很可惜就是美玲姐 他們很晚才知道 所以 他們今年六月 因為去年 本來官方去年底 就要把整個通過了 但是後來 被我們卡卡 還是卡到今年 但是美玲姐死掉了今年六月 所以他們的那個 剔除的那個策略 因為還沒有成功這樣子 那在進入土偵之前 因為這個案子 有徵收很多的特定農業群 所以在我們的 土地中的條例裡面 有規定一個 程序是一定要辦行政聽證 對 它是有特種區 那你要 如果要徵收特種區 一定要辦行政聽證 行政聽證 跟軍營之前去的 其他的那種說明會 或程序的場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他有點類似一個行政法庭 就是他必須要有一個中立的主席 那他會先確定說 我們有幾個政治點 我們要討論 那來了之後 當居民問問題 官員是必須回答的 然後我們必須對這些 政治點做出結論 而這個結論 在我們的行政程序法上規定 我們的官方必須要採納 就是必須要振作採納 不採納要說不採納的原因 就是說他至少必須要回應 要否則這樣子 對 那所以現在運動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如果可以去討論 討論 跑道的公益性不要性 產專區的公益性不要性 徵收紅主權 埃及地點的選擇 而不合適 為什麼沒有做緩評 等等問題 那如果我們可以 在資格聽證會裡面 把這些真點都弄出來的話 那期待後面會有一些不同 那我們官員很简 就是他們現在說 他們只願辦 特農區能務用地的土地所有選人 結果我們就可以參加了 然後這個會 這個會移除非常多人 因為這個跑道 如果一向剛跑道區域就是橘色的 橘色的就是一般農業區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罵民航局說 你真的是很沒有用 就是你連跑道的公益性 和平衡都不敢跟我們討論 因為他如果先做再討論 他不需要阻力 跑道的問題 那是一般 對 所以這邊等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 當然就是現在在民航裡面的運作 就是從一開始 民動參與程序的問題 就是居民他們基本上都是 從一開始整個委員會是完全進入去的 美妮剛剛有提到說 第一次見到印象的場合 那就是我們第一次 硬是不可能走的場合 對 就是那時候我們去參加 原本的 讀書法書委員會審查 情況都是你去 然後他會說 好他讓你先申請 然後你就講話 啊你講完 一、二、三、分鐘講一講 然後就改出去 然後你就改開會這樣子 所以他從來沒有那種 讓你坐在裡面 跟你一起開會的這個程序 那那一次我們第一次見面在內場合 就是我們 花了每個人陳情時間 告訴他為什麼 我們不應該去看這裡 就是我們沒有陳情時之內 我們就程序上跟他說 這些是居民他們應該要可以留下來 我們都 我們團體都可以走居民 要全程跟開會這樣子 對 那那個是有效的 因為後來真的在幾個人 程序案上面 當他面對面看著你的時候 他就是比較不敢做的 那麼誇張 他不會那麼容易的說 就是要鎮守 對 當他真的去看著你 然後就問著他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真的是我家 比如說梅粉姐他們家這邊 非常清楚 全部都是住宅區 你看那個圖畫 整片都是黃色的 就是住宅區 那就是很簡單就是說 你到底為什麼 梅粉姐 為的問題就非常簡單 你為什麼真的是我家 去當住宅區 我就住在這裡啊 就是 評審 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 等於就是說 在這些程序上的要求 那現在立法院會議開始了 那學院會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預算的方式 行業化委員幫忙 去要求這份的權力這樣子 就是至少在後續的圖定登搜上面 會有這個部分的保障 對 那另外當然就是環評 剛剛那個梅粉姐有提到 這個案子只做過偵測環評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知道它的差別 政策環評有建議權 就是如果你要做這個案子 你應該依循怎麼樣 怎樣怎樣的標準 但它不能否決一個案子 但是個案環評是只有特定的開發行為 比如說像機場跑道 它就是一個很清楚的開發行為 那這個開發行為到底該該做 比這個方案 是不是對環境影響最少的 這是個案環評會談的 那個案環評可以否決 它可以說你這個規劃皇制不當 你應該選擇什麼樣的方式的 那種具體的權力 進撥權有 那所以居民現在 最近我們應該會透過 郭月城管理事務所去要求 就是地下跑道要做的 對那這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運動行程 那最後再提到居民一段 再提到他們在辦的活動 跟大家講看這個的背景 就是我們居民之前是非常非常的生氣 就是地景節在辦 那是一個恐怖沒有的事情 因為他們辦在那個海軍基地 大家都知道地景節的意義 就在於去宣揚美麗的地景 然後告訴大家 在一起來保護它 或來喜歡它 但是他們選在那個廢棄的海軍基地 而那個地景 在這個地景節辦完之後 全部都要把米平變成高樓大廈 就是住宅跟商業圈 所以他們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這是告別式 這不是地景藝術節 對 他真的是就是地景告別式 就是在於他們就要這樣子的景觀 那所以居民自發性的 因為那個衝擊 所以希望辦一個屬於居民 看到他們這個徵收區裡面 真正的地景 那樣子的地景藝術節 那不像做法 是找過浮滿花來非常非常大的 以前做了圖子在那裡 對 然後我們本土 也我們本土的藝術家 就是他們看到的 林國中文中大哥 他就說 我也可以做一個那樣子的東西出來 所以他決定要做一個 兩層樓高的大型的 給予兔PK的東西 大家十五一代 他現在真的 就是這區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他們是到處去看 比如說這棟區裡面有一些工廠嘛 然後有一些木材廠 然後剩的木頭 他們就這樣子 一塊一塊跟人家要的那種 剩的木頭 因為都沒有資源 然後文中大哥基本上 就是耗在那裡 開始做那個 木頭的骨架 然後把它蓋上東西 然後到時候希望 做出一個 那樣子大型的造景 那放在那邊 那有什麼樣子的地景 比如說像剛剛美鳳姐講的 他們現在是綠北嘛 在過一陣子 全部整片都會開花 那些地景是居民一直在那裡 欣賞的地景 那還有包括 不過因為現在沒有 沒有重大就是現在 因為常常層 就是會去大部分都是一座而已 所以現在很多都是 都是荒的啦 不過不然的話 其實我很希望 做另外一點緊張 就是倒鐵 或者是 不管是綠苗 或者是張起來倒水 但是現在沒有這樣子的景觀 那邊有很大的那種老樹 像號稱金城 金城武術的東西 這樣 雖然叫它金城武術 我金剛學 很快 對但是也是有這樣子的景色 那有一整片的田 等等的 那可能就是歡迎大家 月底或下個月初 應該需要居民 就是大家很辛苦 它絕對沒有 就是它是一個真的居民 就是透過各自的彼此的幫忙 盡量辦出來的一個活動 然後還有包括 那邊有非常多的吉他嘛 那所以也有些地方 其實可以參觀 那可能就看我們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它不會是一場華麗的展驗 但是它會是居民的 就是最想讓大家知道 台灣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也不要期待 因為一個都是新華 把它變得一樣 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就在這裡的人群 就是愛這樣子的 對啊 好 好 好 大家接下來 大家可以請問 再繼續提問幾個人 好 我想要問的問題 是我覺得 剛剛聽起來好像這個計畫 應該是很久以前就有了 因為他好像講說 那個遠雄在四五年前 就在那邊 自貿港 對 那 這個整個構想 也變到現在這麼大 到底是誰在主導 因為 要說是現在那個縣長 他好像也沒人當那麼久 那 是不是還有更 後面還有更大 龐大的 更誰 就是說 比如說可能還有更厲害的人 在主導這件事情 那規模弄這麼大 到底是誰的構想 因為我覺得 有點瘋狂 就是說有需要 草地底 草到這種程度 然後這個到底是誰的想法 來 好 好 來 前身是我們亞太運總是個 對 這個我們 我們 誰是共享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請問到底是誰 但是他的確談這樣久 我先講這是兩個東西 就是 其實每首那個東西是自由貿易港區 那那個計畫本來就是 十四五年前就開始 然後到現在 很多地方自由貿易港 都是那個時候 我們都沒有這樣子 對 那只是說 你說航空城這件事 談多久 我看二三十幾年都有 旅舊人在的時候 也談了很久 就是更早以前 叫做亞太運軍中心吧 對 那所以對於 就是 我們去代電 很多軍人都會跟我們講說 航空城還沒口臉啊 就是 沒有人像這樣會發生 因為他談太久 因為他們是從小聽到大 很多人就是不會發生 所以 一開始當這個計畫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會以為 他不會發生 對 因為他們就覺得 跟之前聽的亞太運軍中心一樣 就是講一講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對 那至於這個版本怎麼來的 真的是愛凱十二項建設 就是馬英九的政見 是因為他的政見 所以這個版本 如果都會開始 那至於他什麼時候變這麼大 我說過了2009年的時候 是他的三分之一而已 他什麼時候變這麼大 就是去年 去年什麼時候 就是4月23號 我知道這個時候發生的 那時候的做法 因為我們國家做任何重大建設的狀況是這樣 那個先有事業計畫 就是比如說你的主管機關是交換部 那就交換部提一個事業計畫 就是我要蓋機場這樣子的一個事業 那這個事業計畫出來之後 如果在行政機關裡面都獲得背書 他接下來就需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我要取得土地 那另外一個是當然就是 團計場的這些相關部隊 會去查證 查他其他的就是目的接法的問題 那就是另外一項 但是取得土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取得土地 也就是決定大小的時候 那就是在2009年的時候 他們本來有一個規劃是透過區域計畫的方式做 也就是說他不會弄這麼大一塊都市 他就是說機場需要就做機場 然後有需要變都市的地方 就像剛剛講那個 大概以前不到1000公頃的地方 那其他部分他有一些配合的 因為這個產業發展起來 會發生的地木 他就是維持背都市土地的變質 農地還是可以繼續當農地 那只是說有些如果需要微調的 他會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 那個時候做法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是一直到了2011年 就是事業計畫在提出了一個 非常有趣的鋼藥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出來之後 被行政院核定的時候 他們用這個計畫去要土地的時候 在營建署變成這麼大 那個時候營建署就是夜市人 所以我真的直接跟你講 我覺得這是夜市民搞的啦 但是我沒有證據 我只知道這個範圍變這麼大的發生點 在去年的4月23號 夜市民當營建署長 兼任區域計畫委員的時候 區域計畫委員在幹嘛 他們在決定我們國家的非都市土地 有哪些可以解編放進都市土地 變成使用強度比較高的地 這是區域計畫委員會的功能 所以他們透過一個新定都市計畫的方式 去確定了你剛剛看到的 4000多公尺的地 變成一個都市計畫 那個時間點發生就是在處理 那時候夜市民在當營建署長 然後我們的薑葵就是有說 他發現他不適任 所以請他早點退休 然後請他早點退休之後 他就去了一個他該去的地方 就是桃園縣當副縣長 繼續監督這個案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營建署裡面 還有提過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人是本來營建署所有人的長官 他本來是營建署長 然後他突然就搖身一變 變成蛋白區的開發單位 然後他就以開發單位指示 坐在那個都市計畫委員會裡面 然後他的其他的那些手下 原本他的下屬 必須要來幫他承辦 然後幫他審這個案子 就是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本來的這些委員都是他的雇 就是都是他的雇員 然後這些其他承辦的人 都是他的雇員 然後他被開發單位坐在那裡 你說他有沒有確定 我覺得他確定查不到他 所以他必然一爆發 我們就覺得天啊 原來我們就突然懂了 就是這件事怎麼發生的 就是這樣 這是我看到的故事啊 但我真的沒有證據 然後我們的連政署查到一半 就不肯再查下去了 所以也沒有回答 好那開人想要提問嗎 好這兩回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選舉剩下兩個月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想過啊 利用選舉啊 改變啊 你們要用什麼樣的策略 那個新聞製造出來 我是想問這個問題 怎麼樣去改變 其實這次正在做什麼 是選票最重要 你選輸了喔 我就死了 但是你要怎麼改變 讓選民了解更清澈 因為我覺得 好這位 我覺得很多人 那不是我們家的事情 沒有你管 我只覺得是這樣 好謝謝 選票 好這位先生是不是 我只是覺得 現在航空城的部分 跟我們家的部分 就是蠻像的 因為我家是住在台北市 設置堂那邊 那其實這地方 其實就跟這個大姐他講一樣 就是我已經30歲了 設置堂的地方 從長大到現在倒是說 開發不可能 但是我到現在覺得 越來越有可能 從大埔航空城到明義灣到這邊 都是變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你們那邊還比較幸運 因為你們那邊還有很大片的農田 跟很多很久都可以關心你們 然後可以幫助你們 可是我家那邊真的 他是在台北市那邊 是一塊建商跟開發商的打肥肉 那那邊的議員 我覺得跟他講的沒有 因為都是 一定都是既得利益者 那尤其那邊有一家 有一家開發商 叫喬大地產的 他在我家那裡 廣告真的打得很兇 那每次看到那邊 從 成這度那邊 看到那一家 地產公司 真的很想 有一天放我把它掃掉 那其實我家那邊最近也在路 開講那個開發那個說明會 那但是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聽不下去 第一個 因為我家那邊他是防洪區 那防洪區那邊要開發捷徑城 多次計畫土地 他必須把土地再挺高三公尺 但是如果住台北市 有些人喜歡騎腳的車 到我家那邊 是到騎腳的車的話 現在很多人都會想到 我家那邊騎腳的車 因為家那邊就是像 三隻或是十分量都是平方工廠 然後還有一些傳統農田 那從有時候從四子大橋 或是從中美橋看下去 會覺得很漂亮 就是扣掉一些比較醜的工廠 不看不看 真的是還有很大便利利跟老師 然後騎在那邊會覺得 他也是有這麼一塊後話 所以這應該會被毀了 但是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家那邊的洗髮 就是好像覺得那邊利益太大多 每個人都很想去分一杯跟 也就是也沒有人想站出來反對 保留這些土地 就算說那邊農地已經沒有人跟著 但是我覺得 台北市只需要一塊 後話雲跟玉地 那我不知道有誰可以想說 可以讓他們跟環境保留 然後低度環境 我覺得好像只有 我目前只有我家那邊只有一個人 可是很耐 謝謝 好 謝謝九位主席先生的分享 哈囉 哈囉 我要跟美玲媽媽說 我就是我沒有從來挺那麼厲害啊 然後我的投擲力也不是很好 我還會這些 但是我會畫畫 然後我是年輕人 我有很多精神跟體力 然後我願意持續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把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分享出去 然後在月底的時候 也一定會去 你們的活動 協助 為你們出一份議 這樣 謝謝 好 剛剛提到一個問題 然後幾個分享 然後其中一個是 這對年底選舉也要到了嗎 那你是有什麼小棒 那個妹妹說的 我演你的選舉 我太有感覺了 我先說 這位小朋友 你如果要來幫忙 你不能十月底再來 你十月中就要來 十月生活就要來 我先去吃飯 那邊吃飯都OK 我是媽媽的味道 我先把電話留給美玲媽媽 來 我要回應這個 這位妹妹說的話 我們都把你希望寄託在選舉翻盤 因為現在縣市長 我們的市長到了嘛 還有縣市議員 可是喔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想法 可是重點喔 重點 桃園的傷害是 藍色的 國民黨當選的話 他跟國民黨的財團掛鉤 那重點喔 民進黨的市長選上的 人心皆然 他會跟綠色的財團掛鉤 所以當然 如果今天 以我個人來講 我還是到處替鄭文燦敗標 鄭文燦曾經到過我們家 來跟民眾來商談談的問題 我們才從他口中知道 原來水尾地區 我們問過地政局 還有縣政府的成像發展局 請問你要我們這塊地做什麼 他們稱呼結成不敢講 原來他在我們水尾地區 其中市農業用地 他用我們那個地方區段徵收 獲得一千五百億去做其他的建設 是真正的目的 他就是要把我們這一個趕走 然後把那些地 許然不賣掉一千百億來做其他的建設 那我當然現在我也會 我們也會把希望寄託在 民進黨後的手上 那我們當初 人權促進會跟教育產業公會 也不介意 他們也很客氣的 很穩轉的告訴我們 我有靠自己 我們不相信 就去找了一個我們現在的縣政的縣議員 是我的同鄉 他是我父親之後 內座村另外一個縣議員 告訴各位 他9月12號是縣政的總質詢 他說沒有關係你來 我們去找他兩次 你來 我現在說的故事給你聽 你來 你把申請書那天我一直被你送上去 我會幫你質詢 然後我們非常清楚明白 各位 站在裡面 眼睛的頭髮上 所以看起來頭熟熟 講話是清楚明白得很 我跟他講 不過 許醫員 沒有受什麼保留 你就是從頭到尾之下講 你要到崔北地區地主 好了 我們繞了一車一輪攬車的人去 也開記者會喔 然後進了一場 怪怪的 其實也不能帶手機要關機 各位 他從11點20 要使資訊到12點整 用了兩分鐘的時間 尖尖帶過 如果你今天是那麼樣的為百姓發凶的話 你應該都不是講 為什麼你這麼誇張的案子 你要所有地區這一塊 你要復活路 要幫忙就來跟你講 做什麼 你告訴我 沒有 他們兩個就在閒話加長兩分鐘結束 我告訴你 另外一個招聚人叫立秋 是我非常好的一個妹妹 就是一個朋友 上這兒以後 嘔嘔大哭 我看到信就糾纏一段 他說 我怎麼對這一車三十人交代 我說立秋 劇本不是我們寫的 主角也不是我們 我們盡力的 當場哭到不能置疑 我怎麼辦 所以 我現在要告訴各位 包括這位社子島的那個 社子區的朋友 我告訴各位 你只能從你一個人走起 從你開始去串連你身邊 真正有在 珍惜對半主題的人 你只能從你開始做起 你不要認為 我們不要認為沒有希望 我常常告訴我們 在地的區域 不管那年紀多大 我說有人提出成功了 寧可白做 不可不做 今天在會的情況就是 被他徵收而已 可是我有一天被徵收的話 可能十年五年二十年之後 我們美好的仗已經打過 我們曾經為我們任何土地 盡心盡力過 這樣就好了 所以 不能把希望寄託在 政治人物身上 我常常講 政治人物就像一般 很漂亮的肥皂 然後來給了自己 一朵花的形狀 洗三天 那個花的樣子不見了 他就變形了啦 現在選上 他說 現在要你的選票的時候 他說我支持你 可是我告訴各位 一個市議員在桃園 沒有擺五千萬出來 是選不上的 那五千萬開始把他買票 那他真的那麼好 拿五千萬來 替你未免喉舌 替你媒婦嗎 他是要撈加倍的回來 所以現在所有的人 已經炒成一團了 從上到下 到鄉鎮市長 到縣市議員 到民進 到那個鄉鎮市民代表 到立委 甚至於到中央階層的 取來勿炒在一起 你要找誰呢 你去找這些人 台灣人就要撤鬼 你哪有光 只要分四名啊 只有靠資存 我就跟我那個 同樣跟我一起 站出來那個小總 幫我李兄說 李兄我們大手牽小手 走到最後一個人的 我只有一條命在我陪你走 我只要講這句話 他回去就哭一個晚上 因為他知道我還真的 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走 我說你不要哭 為了這個 總是要走一條路出來 那我就是今天還要再重生 各位如果你們是我那邊的 年輕人 有十分之一是我八股路的年輕人 的話 我要趕下來 謝天克希 謝地 我們沒有那年輕人 非常的活 包括女兒都一樣 他不覺得 因為他們沒有踩過那塊土地 他對那個土地沒有感情 也不能怪他 可是他們也沒有民族意識 也沒有優惠意識 所以 這次導致這個朋友 前例從你開始 你開始去跟人家閒話家長 你要跟別人靠近屋 就是說孩子的環化 聽聽他的意見 只要稍微有在猶豫的 你就把他拉到你這邊 從一個人到十個人 到一百個人 總是有一天會走出路來 你不能坐在家裡 就是反正這個問題 永遠 你沒有踏出去那一步 永遠不可能有成功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保住那塊地的話 很多人會給你吵聲台湖 當然很多人會跟你說 可憐 你去墓碑走到那很快 你跟他講 我告訴你 我告訴各位 政府用這種卑劣的手段 不斷的在全程復制 我們真的要做以待命嗎 當然不可以 所以呢 不能靠真正的務 只有靠自己 我覺得我先生結婚快三十年 我們從來就是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我要坐下來讓他站起來 只有在靠住這件事情 然後他跟我終於 我們俗徒都快走在一起了 對 他是一二十五 謝謝 現在九點半 然後我們就是 進到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讓 今天來的雨潭 就在講說 那接下來 他們還會哪些情話 大家可以來參與 哪些活動 大家可以來參與 然後我們就結束 這樣子講 好 先讓你們說話 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選 那個候選人的問題啦 就真的還蠻可惜的啦 就是說 利益這麼大 大家都看到 所以真的啦 就是所有候選人 沒有一個會站出來講說 我反對行工程 真的不可能 那 以現在桃園的候選人狀況 鄭文燦唯一有多講的句話 是他很一直執行政聽政 所以他在程序上 有在幫區移要求 就是那個參與的程序 這個是他肯講的部分 但是他也是全力支持他工程 而且他非常希望他這樣選擇 這些幾個例子會支持他 裝久他也可以要遇到 所以這是很慘的事 那再跟大家報告另外一件事 是本來桃園有第三個 打分三分的人 是綠黨的候選人 藍學老師 但是他沒有交保政經理 對 所以他後來沒有成為候選人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狀況 就是除非我們選舉體制有去改變 不然你沒有另外一個選擇啦 對啊 那還蠻可惜的事情 藍學老師就會 你說要當一個候選人 他不可能再出來談說 反對整個開放建設 但是如果他可能有一個高度 去談不一樣的想像 那就很好了 那不一樣的想像是什麼 其實在這個抗議過程中 一個為什麼居民要去辦地景節 也是要去談 我們不要當空城 那他們看到的這塊土地 他們希望的樣子是什麼 現在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他們喜歡這個地方 對啊 所以可能我會覺得 包括設置腳這個朋友 就是可能 不只是反身之後 這塊土地會變成強盪 要去談說 那我們覺得我們想像到發展想像 符合我們的發展想像到底是什麼 怎麼樣才可以讓生活在這個地方 的人的生活真的變好 它不會是一個大型的飛機場 跟一個整塊移平的 農地全部殘除掉的一個大型的產業文區 那那是什麼 好 那回到那個後續的活動 最近的一個就是明天的潮運 那明天潮運 我們居民都會去擺攤 所以在那個靠近 他們應該會再靠近地堡 但是航空城的攤位 會再靠近建國南路的地方 然後它會靠到建國南路的地方 然後居民會去賣他們 會去賣他們的T恤 我身上這件也是其中一個版本 還有一個版本是寫漢慧家園這樣子 我這件是工程的工程 就是我們那時候要求 要有行在聽證的時候的衣服 這樣子 而且它是排汗山喔 很特別 有社務生去排汗山 所以跟大家廣告一下 那這個 就是居民會去賣這些衣服 那當然寄來的資金就是希望 能夠支出他們接下來 辦的內心大廠活動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支持 然後而且剛剛美麥姐提到 那個李秋姐 她是非常非常厲害的烘焙師 她真的很厲害 明天會有她的手工高鐵 就是她的麵包啊 然後高鐵 她真的很強 就是她做日落晃跟鳳梨酥 都非常非常厲害 不知道她用不可以做到那個 給大家吃 沒有 就應該在這邊 麵包 對那所以五天的話 應該要去逛 一個整個攤位 然後進行他們這樣子 我們還有遊戲 遊戲就是把夜市文啊 什麼那個 剛剛麻煩 還有那個誰 吳志揚啦 陳跟德啦 廖正景啦 這些 點放在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木材板上 你們可以用紅色的主機去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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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對不對 如果你來買我們的高鐵 我就讓你免費搓一下 還能包搓三強 拜託 還有呢 真的 我們需要你們在十月份這個活動 因為我們的文宗老師 十月十三號會回隊 因為她最近有個美國的朋友來台灣講課 還有別人的被動她 十三號之後呢 你美玲 這邊有電話 如果你們約一來 其實拿起一支筆 或是幫忙扶著一個巨一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看到電鋸在那一一給我嚇死了 可是我必須去扶那個板子 因為我們 我告訴各位 真的 那個板子一片就六百四十 每次文宗老師叫了十堆板子 就打電話給我說 美玲姐你有錢嗎 我說 送來 錢我負責 可是我跟妳講 我們就在想要錢從哪裡來 那可是各位 房間不付補薪的 五百一千 站進軍門 我們沒有任何一毛錢的奧園 我的朋友給我講 沒得 你這樣不是辦法 你要去找二親主 我只是 沒有展開喔 那個貨運機就被拿掉 然後美玲就被弄到受傷 去送入院 另外一個張老師也是 然後那個 好軒被架走 每次都是非常低低 我這看的人 真的是要感謝她 捨不得的 她像我女兒一樣 就是瘦瘦小腳 在營建組的時候 多可怕耶 她要跑到那個圍牆上面 警察就把她丟出去 然後那個大腿就 哇 一大人生的殘口 我覺得 怎麼對人那麼弱的女子 做這種事情 那是人嗎 還是我們拿錢 她的傷害 所以 藝術節 我們那個地方的藝術節 名字還沒有定 各位可以來做什麼事 你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們想要幫我們到滋衛營 去發個船單 到虎頭山 放個船單 到任務九斗 到任務九斗 都是感恩 非常感恩 那像設施島 你也不用覺得說很負擔 有一點你需要 我們協助的時候 把電話來 我們就去協助你 我們現在要把全省受害人 可憐的人 集合在一起 其實網易就會有火花出現 然後那個先生講 要報警 沒有報警 沒有用 那報警就是 必須我們 大家可以留在一起 好嗎 好 謝謝 好 好 報警結束了 大家可以繼續在這邊 然後 看影台繼續聊 然後那邊可以 來到 我們這裏給大家聊兩點 眼神